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门关闭以及马上打开车门 这个时候没有接触到乘客 透过车门上方的自动侦测设施 上下车乘客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有被车门夹住的风险 这是由台北市率全国之先 补助公车业者装设的主动式车门安全系统 由于公车与计程车是台北市民日常生活 不可或缺的交通运聚 据统计112年台北市公车载客人次 就达到近4亿人次 为了落实113年交通安全年 以行人安全为首要目标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与公共运输处 特别举办公车计程车安全大适施活动 号召公共运输业持续落实路口停让行人 提升行车及乘车安全 我们邀请我们计程车的业者跟公车的业者 当然就是对市政府今年这个交通安全年来做宣示 希望在路口那每一个这一个我们业者的司机 能够礼让我们的行人 那除了这一个部分我们今天也展示了很多 不管在公车或是计程车有很多高科技的设备 包括防甲 包括逃生的这一个玻璃 大概不像以前还要用敲的那个部分 那原则上后照镜的这一个部分 现在也都是高科技的这个方式来处理 这一个不影响如果下雨的时候后视镜 看不到了这一个本身上面产生的困扰 那在我们计程车的这个APP 在轿车服务上面的那个状况 为了这个旅客的这个安全 它也有简性也有定位 说实在都是一个相当好的设备 那除了增加我们公车跟计程车的高科技的设备以外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司机 在高设备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本身的协助下面 那让我们的这一些交通事故能够降低 这项宣示活动获得各家客运及计程车业者的热情响应 在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见证下完成签署 承诺将持续改善行车安全 尤其是落实路口左右转前的指差确认停车再开 这次如果发生造势特别高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驾驶同样疏忽了 没有听看不听 所以我们现在实施的指差确认 那指差确认呢 就是我们队形的 理让型的优先同行 这点很重要 这些就是我要实施的 要落实 既然车代表者认为 不只是驾驶人要遵守交通规则 行人也应该有正确观念快速通过路口 呼吁北市府应该加强宣导 行人不断的在经过 可是我们的车子要右转转不过去 当这个要转完的时候 行人过了那边就红灯亮起来 所以造成很多路口的土塞跟不安全 所以我在这里呼应 应该从教育跟我们的 宣传媒体的这个要大力的来宣传 这个告诉我们的行人 也要注意这个你的安全 除了强化公车与自然车驾驶 入口停浪行人观念 北市府也协助业者提升车辆相关安全措施 包括中心巴士的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结合AI自联网 新兴客运则配有主动式车门安全系统 及A驻盲区即时侦测 大多位客运者导入驾驶区先进操控荧幕 指示后照镜及内轮叉警示系统等 建设方面也展示设有轮椅区的通用计人车 车队建置分享行程APP的安心乘车服务 还有提醒乘客系统安全带的简讯通知 那这些的设备都是陆陆续续一直在更新跟扩充 所以往后大概的工作就是落实 再继续扩充 有些车队像公车还没有这些设备的 我们会继续采购继续补助 有些像刚刚这种公用林田区 我们会在每个里都能够设置 那我们的计程车的或者是这些货车 长照的车子或者是福康巴士 他们有安全的停车空间 乘客可以在这边等车 也不要在路口或者是红线危险的地方等车 这些都是构造我们整个比较好的安全的停车环境 先开始 然后车辆再更新安全的一些设备 这是往后要推动的 其中大多位客运新添购的55辆电动巴士 改用推式讨身窗 方便乘客在意外发生时能及时逃离 连副市长李四川都觉得惊艳 我们就想方设法 就是让公车的乘客安全更加确保 所以除了有前后两个车门还有安全门之外 那另外左右两车各设一个窗子推开就可以跳出来了 就是让坐公车更安全 台北市交通局方面表示 除了持续规划共用林亭区等创新服务 及协助业者提升公车与计刃车相关安全设施 也呼吁所有大小车辆驾驶人落实停让行人 共同打造一个安全便利友善的交通环境 交通安全链停让行人 安全升级 赞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 由于刚才地震的发生 我们本栋公寓有稍微倾斜的见像 113年度松山区灾害地区紧急疏散避难演习 模拟大台北地区三角断层南段破裂 发生瑞士规模6.6强烈地震 建筑物因地震摇晃遭受严重损坏 许多民众被困其中 更有瓦斯管线破裂爆发火灾 情况非常危机 这时候建筑物因为地震摇晃 造成电线走火 这时候行程员立即的将火势压制成功 来大家掌声咕哩咕哩 先生鬼鬼睡睡的在干嘛 我来这边找朋友 找朋友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有没有身份证我查证一下 我昨天课太多了所以忘记带了 那你身份证号码背出来给我听 我也忘了 也忘了 先生我欢迎你有切到的嫌疑 请跟我回去派出所 在灾害现场往往人员管制不易 所以很多萧小之徒就利用称虚而言 这时候远警将现场不法之徒予以逮捕 松山区区长郑朝元表示 感谢中华里里长游吉星 带领守望相助防灾团队 迅速展开模拟救援工作 整合消防局警察局环保局等单位的力量 共同保护社区安全 由于近期地震频繁 唯有做好模拟演练 遇到地震来袭时 才能临危不乱 紧急疏散避免伤亡发生 你好 我是里长 请开门 此次演习也邀请原属国为印尼籍的新住民朋友 及里内原住民共同参与演练 经由演练协助社区新住民 原住民及弱势族群进行疏散 并融入印尼语的对话实际推演 推广多种语言紧急疏散防灾避难观念 落实最新防灾资讯深入各个族群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照片中患者单眼肿到睁不开 上嘴唇也肿如香肠 容易被误以为是过敏 获得了蕁麻疹 但小心可能是俗称 核臀病的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HAE 医师表示HAE患者全身会无预警 反复肿胀2到5天又消退 常见肿胀部位 包括眼睛、嘴巴、喉头、肚子、手部及脚 若发生在喉头 恐造成呼吸道阻塞 威胁生命 我们最怕第一次挖座在这里 喉头挖座就死了 它的肿不像过敏一样 很快肿很快消 通常我们过敏包括心麻疹 48小时一定都会消 很少超过48小时 可是这个病通常会超过两天 5天到一个礼拜 所以一定是慢慢肿慢慢消 第一个你一定要想 一个过敏的人跟你说 他已经三四天了 那这个应该不是过敏 第二个他是不对称的 像我们过敏经常说 我脸就整个肿起来 可是你看那个外国人 他一个眼睛 一边眼睛肿 一边眼睛不肿 上嘴唇肿 下嘴唇不肿 或者相反 他可以四肢 左手肿 右手不肿 左脚肿 右脚不肿 他也可以 所有地方 肚子肠子肿起来 他肚子痛 非常痛以外 生殖器官也会肿 各个地方都会肿 尤其是有猴头 会觉得 发作的时候猴头 呼吸困难 或者肚子痛得很厉害 不要想胃肠的 发炎而已 或者想 急性的胆朗炎 或者盲肠炎 把它切掉 没有用 过去HAE口服药 仰赖雄性素 但会造成女性患者 男性化 肝脏功能 异常等副作用 所幸现在有 长效预防性征剂 治疗新选择 并于2024年3月起 纳入健保给付 现在政府给他们 所有的罕病 第一线用药 以前我们没有第一线用药 我刚刚诊断这个病 没有第一线用药 所以我们就是包括女生用的 就会变男性化 那这个雄性技术 不只男性化 女生的性征不见以外 最主要长期用会癌症 那有妇女的癌症的 他会加速癌症的进行 小孩子跟大人怀孕的妇女 普鲁的妇女 没办法用 因为这个雄性技术 会传给小孩 所以现在很幸运 但是现在政府还是希望说 先从比较严重的 先开始用 但是我们是很希望 我们现在这些女性的患者 慢慢政府放宽 让他们也不要用 女生用雄性技术来治疗 我们当然不需要 假如是我 我的家人我也不希望 可是政府的这个 他尽力去做了 但是裁员还是有点限制 每年的5月16日 为HAE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疾病日 立委郭玉琴也呼吁社会大众 给予喊病患者更多关注 让他们的声音 也有机会被听到 也很高兴听到了 我们的这个三月份 我们的卫福部也特别 针对这个部分呢 他有一个预防性的一个征迹 有这样子的一个帮助 那我想呢 透过这样子 不管是公部门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私部门也好 透过更多的人 来认识这样子的一个 罕见疾病 我相信将来 对于在罕见疾病 不管是在预防 或者是在我们的治疗 在用药上 可以带给更多 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有更多的一个帮助 HAE关怀协会 与罕见疾病基金会 也提醒民众 如发生无预警身体单侧 不对称水肿 反复肿胀2到5天又消退 就要小心不是过敏 可能是罕见的HAE 建议民众可治免疫风湿科 进一步诊断治疗 减少误诊 尽早发现并及早治疗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导 西洋乐器Marimba 清脆响音与中式乐器 竹钟云螺相互呼应 音符像是在森林中 跃动的精灵 在听众耳里产生共鸣 这是作曲家 扫多仪筛带 融合原住民元素 以打击乐为主体的协奏曲 台湾国乐团 并邀请美国密西根大学的音乐家 以中西乐共同演出的形式 组成了音乐会 为5月25日的演出 东方与西方的交错做排练 首先跟各位介绍 今天的这场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其实是我们国会团 40周年来的第四场音乐会 是东方与西方的交错 那这场音乐会其实是 我们从2019开始 就跟密西根大学 其实就有一些合作 同性刚好40周年的时候 我们特别邀请了 密西根大学的音乐家们 来促成这场音乐会 小提琴与二胡同为 以功推动音符的优雅乐器 柔和又温婉的音色 如同一场美好的华尔兹舞会 东西方各异的乐器 还能激荡出什么样的旋律 让外国音乐家对本场展演 也充满期待与上网 当我第一次邀请了 这场音乐会在2019年 我从未曾经见过 一场音乐会 所以我们第一次合作 我当时的音乐会 我当时的音乐会 而是一个人 听到音乐会 每天每天 我感觉很熟悉 但也有一个温度 和描述性 我真的决定了 所以当我当时 我当时的音乐会 和一整个音乐会 和一整个音乐会 那是新的,非常有興奮。 一的我的最愛的部分是 當我們在錄影中, 我們沒有必須跟話說話 去一起努力, 這也是一件事, 非常有興奮。 指揮周聖文表示, 雙邪奏曲在一般音樂會中並不常見, 這次不但一口氣準備了四首, 還讓東西方既相似又相異的樂器量量組合, 量身訂製曲目, 用具有台灣風情的樂曲, 促使雙方對話, 達到台灣國樂團, 以音樂連結世界和台灣的理念。 好,剛剛大家欣賞到的這個曲子是, 偉創世界首演的曲目, 它的品稱是樂隊協奏曲。 那其實它是一個無標題的音樂, 顧名思義其實它追尋的比較是音樂, 本質上的發揮。 但是這句話的背後其實蘊涵的意義是, 非常考驗樂團的每個聲部。 那特別想提到的是當中, 作語家運用了南館的演奏曲裡面的有一首叫做《走馬》。 那在這個《走馬》裡面, 它的旋律其實在剛剛的我們選段中就能聽得見。 那另外就是它後面也用到了,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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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就作為靈感的來源, 再加上作語家自己的想像去普成了這一個大約12分鐘左右的, 三個部分的協奏曲。 多種不同形態相似卻不同的中西方樂器協奏, 緊扣音樂會主題, 將漢族、客家、原住民、閩南等各種在台灣不同的文化融入曲調中, 讓遠到而來的音樂家與聽眾一起感受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呼的美好時刻。 記者林錫慧、丁克宇,台北採訪報導。 台北建成邁向140週年, 由於這座唯一保留清代原貌的北門城門, 有部分受損。 市府特別規劃北門修復工程, 但在這之前,率先開放北門二樓, 讓民眾親近欣賞這座歷史悠久的國定古蹟。 台北市長蔣娃安帶領福興國小小朋友一通登上城門, 探索內部結構。 從前因為張權廷的關係, 所以兩個不同的組織經常熱鬥, 所以最後會熱走各的門, 這就是後來台北會有五個城門, 兩個旺城的來由來。 所謂通就是這個三通五光的構造, 那種三通五光的構造, 在以前的木結構是非常普遍的一種作法, 但是出現在城門後就非常特殊, 在有外牆,兩重牆。 外牆就是用來作為軍事用, 作為軍事上的軍事來用。 回顧北門的風華歲月, 臨近的福興國小與北門相伴走過126個年頭, 在祈福光河儀式中, 福興國小八位學童與市長蔣娃安文化局長蔡師平, 分別寫下對北門的祝福與未來期許, 並放入祈福時光河中, 期待往後再次開啟光河, 迎接未來台北的城市發展。 往前方看一下媒體。 希望台北,希望我們再創百年的風華, 迎接下一個一百年。 市長是台北市的市長, 所以他的格局要看得比較遠, 那我們是文化局, 所以我們一定是從文化角度, 北門可以眺望未來, 北門可以眺望未來, 我想從北門不單眺望, 回顧了過去, 我們未來也要再登北門來眺望未來。 台北建成一百四十年, 我想用一首新詩對北門說, 在歷史的長廊, 你堅毅不拔的矗立著, 見證了朝代的更迭, 挺過了槍火的摧殘, 從灰白到有了色彩, 從擁擠到有了自己的空間, 獨一無二的外貌, 映藏著幾千萬個腳步與回憶, 在這一百四十年的光陰裡, 讓我們一同紀念, 這歷史性的一天, 讓我們一同懷念, 我們曾走過的歲月, 讓我們一同展望, 你嶄新的未來。 北門登城樓活動, 到5月29號才報名制, 無法登樓的民眾, 也可以透過現場螢幕播放 北門360度環境導覽, 探索城樓之美。 現場還有展示, 台北建成以來不同樣貌, 明星片蓋印體驗, 讓民眾更認識這座歷史城牆。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台北市好運2U專車, 8000元乘車補助, 讓孕婦便利又安心。 生育獎勵金加倍送, 一起迎接小寶貝的到來。 私幼補助再升級, 提供孩子專業又溫暖的成長環境。 樂生助養, 祝您好運, 照顧加倍, 幸福台北。 我是醫生, 但不是你常見的那種醫生。 我的治療對象, 是整個城市的污水管。 走遍城市角落, 照顧城市污水管線, 和我的夥伴們365天, 24小時不間斷的輪班。 為大家帶來便利的生活, 努力奮鬥者。 針對台中捷運發生隨機商人事件, 台北市長蒋恩在主持道路交通安全匯報時, 除了對這起事件表達遺憾, 也已經要求北捷公司加強巡檢, 增派保全, 並提高見景率。 北捷運, 北捷運我們其實在過去, 曾經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想, 接下來, 請捷運公司依照剛剛相關的規劃, 除了保全能力增加監獄警察, 加強整體的巡檢, 見景率, 以及即刻的宣導, 市民乘客整體的意識, 以及當遇到各種突發狀況, 我們可以在車廂內, 有相關的求救林, 相關的通報機制, 我想加強捷運相關職員的交易訓練, 平時的交易訓練即刻的要落實, 我想這個部分一定要做到, 市府跟所有市民朋友一定是 共同來面對各項的問題跟挑戰, 確保所有市民朋友乘車的安全。 另外, 對於交通事故指標部分, 臺北市在六都中表現最好, 也比往年進步, 不過今年一到五月, 都有A1事故成長的情形, 在臺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隊分析事故噪音後, 臺北市長講完也要求相關局處加強宣導, 也請交通局還有觀傳局, 整體在宣傳行銷上面, 要再思考還有什麼管道, 可以趕快的露出, 那露出的內容, 也請交道可以提供意見, 也就是好, 我們發現今年, 機車的發生的事故, 是比較大宗, 那針對什麼樣的形態, 來轉化成我們影片或宣傳圖卡上面很重要的宣導內容, 還有剛剛包括交大大隊長提到的, 系安全帶, 好比這些, 因為你說交通安全, 涵蓋範圍太廣, 但我們一定要找出重點, 以及具體的亮點, 以及宣傳的這些項目, 來加強。 對於U-by前30分鐘免費執行成效, 講完表示, 在全市建設率提高到92%後, 使用量已經成長33%, 而前30分鐘免費政策的滿意度也高達88%, 讓台北市落實減碳目標進度加快。 不管是從目前我們看到各項數據呈現, 我們的建設率也從之前大概八成多, 提高到了九成以上, 甚至到平均九成二。 另一方面我們的使用量也增加, 增加33%, 那我們最關注的就是運氣的轉換, 也就是從私人運氣轉換到使用U-by, 也增加了22%,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成果。 那另外整體民眾的滿意度也都高達88%, 所以我想當然我們會持續的關注, 持續的優化。 至於5月20號U-by系統全台大當機, 腳灣也要求微校單車公司應該即時通知 台北市政府交局掌握情況, 儘快恢復正常。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 由中佳寬平與世新大學共同舉辦的全媒體試讀短影競賽, 吸引許多世新學生報名參加, 從11件入圍作品中選出前三名作品。 學生們使出渾身解數, 運用各種創意手法, 傳達媒體素養的概念。 獲得第一名的團隊, 用短劇的方式介紹假訊息特徵, 以及掌握媒體試讀三步驟, 生動有趣的內容獲得評審青睞。 假新聞擴散的根本是不懂的思考, 一聽信他人盲從, 給你計批拳, 這可不是普通的批拳, 是批判性思考批拳。 因為我們想說短影它重點的目的, 是要在傳達理念的同時抓住目光, 所以當初在構想腳本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比較走一個搞笑風格的形式去走, 那我們的作品內容名稱, 就要廢克紐斯大戰媒體試讀隊長, 那我們其實當初會往這個方向去想, 其實這個東西看起來像是創意, 但我們其實是有在用理論的分析去思考這件事情的, 那就是因為我們覺得說, 短影它有個很直觀的事情, 就是要把你要傳達的複雜理念去拆分成細項, 那我們那時候就想要用這個橋本去做這樣, 其實我們就是用很低成本的拍攝,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東西就是想辦法大錯出來, 然後想辦法去做這件事, 那我覺得可能也是我們團隊的一個, 就是我們或許不是最專業的那群人, 但我們有心理這樣。 因為我之前也有參加過一些假新聞倡議的活動, 那我會覺得說, 其實有很多現在一直在推出這種跟媒體試讀相關的活動, 都可以多去參與, 我覺得在拍攝的過程中也可以更加深, 就是這個媒體試讀對現在這個世代的重要性。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禾表示, 世新大學深耕媒體試讀教育, 與中家寬評持續舉辦講座與推廣活動, 這次更首度以全媒體試讀短影音競賽的方式, 透過時下流行的短影音, 讓媒體試讀變得簡單易動。 我們幾年來都非常感謝我們中家寬評, 讓我們有機會來為我們的媒體試讀這一塊, 辦一些活動。 透過競賽的方式, 大家就會把自己的創意, 甚至製作的品質, 甚至一些對媒體試讀的想法, 能夠把它提供更好一點點。 一般來講,我們就是希望能夠在三分鐘的時間, 能夠把一個想法,一個故事,一個表演,一個理念把它說清楚。 只要有媒體存在的一天, 媒體試讀就永遠推廣不完。 特別科技的改變,還有社會結構, 甚至於人類生活的演變,社群媒體的發展出來之後, 我想媒體試讀還是繼續要推廣了。 您在媒體素養上面的養成, 其實非常不容易喔。 那再加上AI科技演變傳播科技的改變, 非常的快速。 所以呢,我覺得在媒體素養的教育上面, 必須不斷的創新。 那我非常感謝世新大學, 其實這連續六年來, 其實每一年校長都很感人, 他都會想出新的這個, 一些創新的點子。 那像今年我們這個短影音, 就是一個很好的成果發表。 鍾佳寬平為健全媒體產業, 致力推廣媒體試讀, 透過各種方式, 讓媒體試讀能夠應用在生活當中, 期盼在快速變遷的數位時代下, 民眾都能培養出全方位的媒體試讀能力。 世新大學, 媒體試讀, 短影音競賽, 賽不戰? 戰! 記者李奇慧, 台北報導。 台灣芋頭書之父阿聰師的神奇轉折人生, 在書中娓娓道來, 但現在阿聰師本人就現身在國北教大圖書館, 與現場聽眾與學生分享領域秘辛。 國北教大圖書館舉辦達人職雅講座, 讓同學們從對談分享中, 汲取職人寶貴經驗。 因為我很愛吃蚵仔酥, 然後就是之前知道說, 那個吳師傅他其實做蚵仔酥, 其實是很好吃很好吃, 那今天他就是很高興學校, 他有辦這個工作, 所以一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就隨機電腦報名,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其實還蠻特殊的是可以進入校園, 來就是有參與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因為畢竟在學校來講, 其實很少是可以有這種可能, 例如說像是實作, 或者是直接去看他怎麼樣去製作這個過程。 因為我喜歡聽故事, 然後因為我大四了, 然後我想要聽一些有沒有, 我就是希望這個講座, 就想聽聽看有沒有可以幫助我, 對未來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就是可能人生沒有那麼的一定。 因為我們現在失賠是賺前校百分之四十, 有百分之六十, 大概不是來自失賠系統, 然後他們要有多元就業的需求, 那同所謂的行行出狀言, 我們希望學生探促各行各業, 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出師, 就可以變成各領域頂尖的人。 我們也鼓勵學生都去探促, 都去打開視野。 圖書館去年開辦職雅講座, 結合人與書概念, 提供一個接觸真人圖書館的管道, 教南遇到的這些職人作家, 也能有交流互動的機會。 那我希望透過這樣的講座, 跟透過推廣這樣的書, 能將阿聰師這樣面對人生不屈不撓的精神, 也帶給所有在校國北較大的同學們, 讓他們能在這個講座中學習到未來, 我們在職場生涯中可以透過怎麼樣的精神跟態度, 去面對所有的艱難跟挑戰, 然後走出自己屬於自己的道路。 高檳烘培五十年,歷經爭吵烤培煎, 終點西檳半世紀, 騙賞酸甜苦辣鹹。 這十幾年來, 也有一個感觸, 是療障, 是死命, 還是笨笨笨, 咬著牙, 含著淚, 何苦年屆幾十再創業? 真的是, 人生是真的一波又一波, 我都忍過來了, 但是現在我也沒有, 沒有亂談。 阿聰師在高秉界闖出一片天, 提供聽者了解天天領域, 也同時汲取阿聰師幾經波折, 一路走來的人生歷練與態度。 國北較大2005年來, 由師資培育型大學, 轉為綜合型大學, 除了培育師資, 也希望能提供學生更多職涯項度的探索, 開辦講座分享各領域職人經驗, 助學生生涯發展帶來價值觀的啟發與鼓勵。 記者許玉龍, 丁特與翁玉俊, 台北報導。 台北市好運2U專車, 8000元乘車補助, 讓孕婦便利又安心。 生育獎勵金加倍送, 一起迎接小寶貝的到來。 私幼補助再升級, 提供孩子專業又溫暖的成長環境。 樂生祝養, 祝您好運, 照顧加倍, 幸福台北。 我是醫生, 但不是你常見的那種醫生。 我的治療對象, 是整個城市的污水管。 走遍城市角落, 照顧城市污水管線, 和我的夥伴們365天, 24小時不間斷的輪班。 為大家帶來便利的生活, 努力奮鬥著。 這幾天有傷害別人嗎? 知道送北京茶都在找你嗎? 經過警方偵訊, 入網的檢訊男子被移送金融地檢署。 我們查契的過程中, 他沒有再跟親友, 或是任何人做一個, 這個, 接觸。 所以他就是一個, 無家者的一個特性。 居入定鎖, 所以就是, 吃宿走。 那, 因為這個, 因為身上沒有錢, 所以會去想要打工來, 來引申。 這個案件是, 醫院在近, 快超過五個小時後, 才通報我們警方。 有關檢訊男子, 涉及脫逃罪部分, 基隆地檢署已經分案偵辦中, 檢察官並會釐清完整的脫逃經過, 及脫逃動機。 過程中, 若發現有人為涉及故意, 或幫助脫逃, 本署議會全力偵辦處理。 逃亡四天, 終於落網, 針對外界質疑, 基隆市追棄嫌犯, 動作太慢。 市長借過良坦誠, 會將這次的案例, 當作寶貴的經驗。 我們認為醫院的通報, 有速度緩慢的問題, 那這一點我們感到抱歉, 也交代了衛生局, 要把所有的事實調查清楚, 在本週末, 要來說明, 並且把相關的懲處, 要來這個, 跟社會外界來公布。 那第二點, 也有人談到這個, 警方辦案的問題。 那我在這邊, 會繼續跟警方, 大家一起努力來檢討, 一些辦案的一些細節跟流程。 那我覺得這一次,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基隆市的警察團隊, 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 把這個嫌犯盡快的找出來。 那我覺得在社會溝通的方面呢, 他們感覺做的, 並不是那麼的即時, 可是他們是很努力, 希望能夠把人犯盡快抓到。 那未來在兼顧訊息透明, 以及這個, 辦案需要這個中間, 我還是希望, 基隆市警察局, 未來能夠把他們的, 辦案的一個情況, 更迅速更透明的, 來跟社會大眾, 隨時來進行做一個報告。 而有關基隆的監視器妥善率, 是否影響到警方辦案, 市長謝國良也提出說明。 在市政說明會每一次都有提到, 我們的監視器已經超過10, 警方的監視器已經超過10年沒有更換。 在我上任前有一個所謂的五年更換計劃,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第一批五年的更換計劃, 反而是到112年的4月, 才正式的開始。 所以我上任以後也感無奈, 因此就提出了這個所謂的3500元的這個, 李林監視器的一個補助計劃, 就是我們會全額的補助監視器, 但是需要申請的店家跟民宅, 來負擔Wi-Fi及電費, 每個月電費約是30元。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範圍內, 一直都很努力地來推動, 這些監視器的一個更加的妥善, 不論是從警方的建制, 或者是民間的補助。 目前我去各里去探視, 而且詢問的時候, 每一里都已經有申請了 二、三十支以上的民間的一個監視器的補助。 所以我繼續地鼓勵他們, 一方面在等警方籠藏的一個建制, 一方面民間有需要, 政府就來補助, 來建制監視器。 謝國良強調, 檢信男子脫逃案, 三個縣市的警察局相當重視, 也密切保持聯絡。 所幸在三個縣市齊力合作, 將他追棄到案。 記者黃梢明基隆報導。 基隆市八斗子漁港漁船停泊位置嚴重不足, 讓漁民們以及基隆區漁會都很困擾。 was the city 早期在北部市行警, 國民軍及父母野對蘸餌是從來, 我們的awoof存在外國這裡。 所以把林粹鼓勵非常打 hacerlo, 十 console 底彈儆船一點, 一盡 christy's llum additional loot that way yasyas bask for what it looks like. 基隆基隆, 一些停泊這些一定的問題 我們要ент借一個土地碼頭來增加船希, 因為現在外地船是太多嘴, 所以他們的船希會不夠。 虽然基隆区渔会早在八年前就提出 增建八斗子渔港突堤码头的建议 不过八年来音讯全无 因此向立委林佩祥陈勤 林佩祥特地邀请渔岳署长张志胜 市政府产发处长林鼎超等人 到基隆区渔会听取渔民和渔会的心声 渔岳署也表示将在三个月内 研绎新的突堤码头的位置 这很快点 因为这会议年八公会 这种年纪是很常评募 现在我们评募之后 我们大概多久可以评募了 三个月评募之后 那这个重度的过程就开始 开始开始开始认为议设计 立委林佩祥泽表示 可以给渔岳署四个月 研绎新建突堤码头的时间 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 渔岳署表示一切顺利的话 预计2026年就可以完成 如果说一切顺利 有没有可能在2026年 能够完工 完工 对 2026 我们喜欢 2026 2026可以啊 2026可以 今年是2024 对 2024 这个是一切都要很顺利 我也会 除非天气问题 不然如果人会上面 我会帮忙 我们记得把这件事拿出来讲 我如果这件事情 我既然敢提 我就会尽全力发帮 后年能够顺利的话 我们会在 我们八九会有个新的突堤码头 这个突堤码头的建造 跟必要性是因为说 在台风天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渔民 因为我们突堤码头 驳位不足 所以红胎来的时候 很多时候船只会受到损害 那有一个多一个突堤码头的话 会帮我们的八斗直渔港 多了不少驳位 而且平时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外线式的船 会停靠在我们八斗直渔港 所以佩祥今天跟我们 我们渔会的理事长 跟我们渔业署署长 大家要达成一个高度的共识 我们会尽快来去再八斗直 再多建造一座新的突堤码头 虽然过去八年 我们没有机会 这个工程是被延淡了 不管什么原因被延淡了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们基隆 我们中央跟地方 都会一直一起努力 佩祥会跟市政府 跟渔业署 跟渔会 尽全力合作 去加速帮我们渔民 保住我们的财产安全 让这个突堤码头 尽快在我们八斗直渔港 能够出现 新的突堤码头位置 预计将建在原有 突堤码头平行的地方 长度会在100到150公尺之间 基隆区渔会和渔民代表 都非常感谢立委林佩祥的帮忙 希望突堤码头早日新建完成 解决渔船停泊位不足的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不小心露出手臂上 大块淤青的情况 大家都很关心 在基隆区渔会召开会议 为基隆渔民们争取 新建八斗子渔港 新的突堤码头的立委林佩祥指出 这是这几天来 在立法院拼国会改革法案通过时 留下来大大小小的伤痕 自己的身体没有大碍 也不会怪罪不同党派立委的同事 那个时候礼拜五的时候整片红红的 然后结果现在越来越出来 现在漫漫的消耗 可能希望明天不要再多一些啦 可是要再多一些 那边也没办法 这边整片都是 然后其实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其实是被蔡玉宇还是往方面会打吗 他们不太 其实我觉得老实讲 我必须帮 虽然我必须帮蔡委员讲 其实蔡委员没有想要打 他只是想把我拉开 他是因为我挡在前面 我就中间那个挡在前面 他们人要进来 那我们人已经大部分都进去了 他把我拉开他们人才进得来 那如果 而且老实讲 如果说他真的要怎么样 他们可能会 我倒在地上 他们应该来围有我 但是他没有的话 我觉得不会 不是帮他们讲话 他们这样做还是错的 但是我老实讲 我不会觉得 我不会特别对蔡玉宇委员特别生气 毕竟他有他的难处 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画面 大家看到我整个把全部人全部挡住 那刚好我在中间 那如果我不去 他如果不把我拉开 他们二十几个人全部进不来 所以如果是我 我也会从后面把他拉开 所以我不会特别怪他 他后面如果踩我一脚 打我一拳的话 那可能事情就不一样了 但是他没有嘛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林佩祥强调 在立法院拼搏 和他给一般人的形象 完全不一样 但是为了拼 国会改革法案赶快通过 牺牲一点形象是值得的 因为通过改革法案 就可以依法监督政府 做过哪些奇奇怪怪的决策 以及曾经说过 钱建国造 可以为基隆市 创造一万个工作机会的承诺 到哪里去了 还好啦 不确战也不必战 但是我会认为说 我做的一切 不管是在镜头前面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狼狈也好 还怎么样让人家觉得吃亏也好 只要能够让我们的意识运作 能够顺利 让国会改革无法 能够赶快的 能够通过 帮我们的立法院 多得到一些国会听政权 夺会听政权 夺会监督权 让我们的立法院 真正不是变成过去的立法局 而是变成未来 中华民国的国会 我觉得吃点苦 然后帮我们民众多 要一点权益 让我们民众 我们代表民意代表 很多时候我们民意代表会问说 为什么你们不去查说 高端疫苗啦 那个蛋 那个鸡蛋的案子啦 甚至是说 我们基隆听说 会有一万个工作机会 在这个和平岛 说潜见国造 我们基隆会有工作机会 那为什么都没来 这些案子我们去问 他们就 官员员可以很敷衍的回答 不管是在议事殿堂上面 还是说在给我们说面报告上面 但是现在经过 如果国会无法过一过 配想一定 我自己个人很想查 这一万个工作机会 这潜见国造 到底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不在基隆 那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好好的把这些 我们所本来想要 应该要知道 也想要知道的 不应该算机密 而是讯息 让他们在阳光之下 提供给民众前面 这是为什么 配祥会在国会 可能跟我们一般的形象 不太符合 但是我觉得 为了这件事情 牺牲点形象 我觉得 是我一个基隆人 该做的事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包括画色绿色斑马线 里让行人优先通行 在重要路口推动行人 专用时项 让人流和车流分流等等 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是谢国梁市长上任后 指示交通处和警察局等相关单位 积极推动的最重要施政目标之一 当然也包括对学童上下学安全过马路的重视 经过一年多的宣导推动之后 确实发挥成效 也在基隆市议会受到议员们的肯定 在这里还是要先肯定 就是交通处这一年将近 一年五个月的时间 针对这个友善行人 整个推动推行以来 我想在这个交通问题 包括这个行人的一个权益 的一个就是说显著的改善 我想在这一块 这绿色斑马线 也获得全国人民的一个肯定 那这一点绝对是 做好 一定要肯定你 也给你力量 真的是推行得蛮好的 那首先要感谢我们交通处级警察局的同仁 在一开始的辛苦跟努力 那现在其实我们很多 其实本席经过很多路口 其实都非常有效地感受到 就是其实真的 以前基隆其实在路口处 其实车子它大部分都不会力量行人 那现在这个政策推行之后 其实你在各大路口 或是说要去学校的路上 其实你看到每个路口只要有行人过 大部分的车辆都会停下来 然后以双簧针示意 那其实这个政策是非常好 那我们希望可以继续推行 那也经过各个学校的家长投票表局的意见 那感谢交通处在七度火车站后站 划设了行人专用实项 让上下课的时间 人车可以完全分离 提升路口的安全 我想这是让所有长星国小 明德国中还有机商的家长 是非常有感的事情 那之前本席也有与处长来讨论明德一路 也有相同的问题发生 新人走完因为秒速的不足 所以换汽机车卡在左转右转区 再次挺红灯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左右转 那这个人车针道的问题到底要怎么做 才可以让入口更加的顺畅 这个行人绿灯早开十项这个时间 让行人先行通行以后 再来让我们车子通行 这个让我们开车的人 可以很清楚的人看到说 有行人通行 而且我们真的还要是要继续在推动 举手过马路 我真的我发现我过我自己在过马路的时候 我会习惯性的来举举手 跟对面的车感谢一下 谢谢他来让我先过去 不过市议员也希望好 还要更好在兼顾交通顺畅的情形下 持续推动其他行人友善的配套措施 我们从细委处建立 把标线每一条路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干净明亮 不但感觉是干干净净的 也让我们行人的安全更提升 也提升整个城市的一个形象 那包含暖江桥头到远路的这个路口的耗制 及标线的问题 那总共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我们想想看的那个外侧车道 从地内方向要往高速公路的这个外侧车道的部分 那是在那个我们有谈论好吗 就是执行的时候要让右转车道 专用车道也可以也可以执行 可以解决这个要上台北这个交通 尖峰时刻的时候的用车问题 这里就是我所说的就是信义国中这个一个算是一个三角 一个回转道 然后它那里的那个地上的那个标线 长期以来 我不知道之前是什么状况 那长期以来呢 就是东信路要回转到培德路的时候是非常有问题的 那培德路要去东信路的时候也是要往大圈 应该是要向右吧 这个北陵路跟环港街口 也就是环港街要往北陵路左右转的时候 左边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没有视觉的障碍 可不可以再放下一张 下一张 对 再放一下好了 那但是向右的时候 它是被这个房子给遮住 对于议员们的鼓励和指教 市政府交通处表示 已经争取更多经费 将在不同路口 特别是没有红绿灯耗制的路口 来增设智慧型的警示措施 确保行人过马路的安全 杨副义座 杨副义长所关心的 绿斑马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 做一个推动 那有关 益照市路口的部分 交通部也持续请我们来做改善 所以我们今年已经 争取有将近 好像一千多万 针对益照市路口 每一个路口大概有争取到三十万 所以有将近有四十个路口 可以做一个改善 以及依族希望关心是在 益照市路口 无耗制的地方 能不能有智慧化 我们交通科 我们张志华 张科长也跟交通部 争取了也是将近有一千两百万 是在那个 无耗制路口的部分 去设置相关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警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 25号将在南投登场 市长谢国良亲自授旗给基隆代表队 齐勉接下来的赛会中 齐开得胜 赛会鼓励选手和教练争取佳击 奖金第一名由四万元提升到六万元 第二名两万元提升到三万元 希望激励选手争取金牌的决心 我们基隆有几个强项 比如地板滚球 然后我们的 天上的保龄球 这些强项 所以在市场的 价值之下 我们基隆成绩可能会更好 而且我们基隆市场 在长档这一块 做得比国内县市更温馨 我们各区有各区建筑 专门为长档 这些好朋友 设得我们健康 围棋 围棋四天的运动赛事 基隆代表队 总计有181人代表参赛 将参加十个竞赛项目 包括田径 游泳 羽球 桌球等 首长谢国良期许 希望能够突破 181年 五金八银七铜的成绩 一年的全国生性障碍运动会 在南投举行 我们基隆市 有181名的选手参加 然后总共有10项的一个比赛 那这个非常非常难得 就是因为这些朋友们都不是非常方便 但是都愿意出来一起运动 那今年的全胀运呢 我们副市长也亲自接圣火 然后市长也亲自为大家授旗 而且我们今年奖励金也提高 都显示我们基隆市政府对身心障碍朋友的一个照顾 在这个比赛呢 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朋友们 不管是身心障碍的好朋友 都能够走出户外 然后来健康运动 跟正常的朋友一样可以一起运动 那相关的参赛的车资啊 住宿啊 我们现在爸爸市长这边都非常的支持 都可以补助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走出户外 然后可以多多运动 受期典礼 特别邀请了基隆市 身心障碍运动委员会主委吴正义 立委林沛祥秘珠 特别致政加菜金 期许选手能够发挥最好表现 为基隆市争光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运用软体筹名字 上台挑战Junga 外师Jordano全英语授课 搭配多元教材 让学童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学习英文 我觉得就是很有趣 然后呢 就是英文课有一些游戏很好玩 很好玩 外语开始融入各科目 让孩子有机会开口说英文 我们在Jungxing学校 我们读了很多故事 我们也有很多实验 英语谈论 我们也有很多实验 我们也有很多科目 我们也有很多科目 所以学生可以有些东西 学习有些东西 学习有些关系 从109学年度开始 中兴国小学生有三分之一的课程 是引双语进行 小朋友互相学习 会的就会教不太懂的 然后让小朋友他们透过 一整个学期的学习之后 整个课室的英语 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学生都越来越熟悉 那我们希望 透过双语学校的 整个课程的推动 让小朋友他们 透过生活化的学习 也逐步让自己的英语 能够有更加深 加广的一个学习的活动 学生都有很多能力 他们真的喜欢参加 学校希望透过多元的教学方式 让学童能够在生活中 自然而然地学习英文 培养未来的国际竞争力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市好运2U专车 8000元乘车补助 让孕妇便利又安心 生育奖励金加倍送 一起迎接小宝贝的到来 私幼补助再升级 提供孩子专业又温暖的成长环境 乐生助养 祝您好运 照顾加倍 幸福台北 我是医生 但不是你常见的那种医生 我的治疗对象 是整个城市的污水管 走遍城市角落 照顾城市污水管线 汉武的伙伴们365天 24小时不间断的轮班 为大家带来便利的生活 努力奋斗着 台北交通安心行 改变 要一起才行 改善道路及耗制 守护行人安全 机车退出骑楼 畅通人行道 加强执法 路口不停让行人扩大取缔 一起努力 让台北市路口风景更美丽 台北有你 交通安心行 出门绿交通 你我都轻松 每天骑趟单车 每月减碳5公斤 每天搭一趟公车 每月减碳8公斤 每天搭一趟捷运 每月减碳10公斤 绑定悠悠卡 开始我的减碳存折 我都轻松了 每天搭一趟 每天搭一趟 我都轻松了 -,,, …… 又散步了 走走 又散步了 走走 又散步了 美食好环境 毛海好吃劲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 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改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